大家好,我是阿柴 据我所知,在国内用Wordpress系统做外贸独立网站 很多人都会推荐用Ast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这套组合来搭建网站 那么这套组合值得购买吗?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问题,这套组合能做什么? Ast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 它们集成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模板 我们不论是做一个外贸独立站 还是一个国内的企业网站 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基本上是够用的 我们只需要自己买个玉米儿,买个空间 学着装一下 简单替换一下模板里的内容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委托专门的建站公司来做网站了 可以节省掉这笔建站费用 以后自己维护网站也很方便 第二个问题 这套组合需要多少钱? 或者做一个网站需要花多少钱? 首先我先说一下Ast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的价格 Elementor编辑器它的一年授权费 因为是正版嘛 单站点的一年的价格是49美元 Astra主题它的单站点一年的授权费是47美元 差不多 那么每年的总价格就是96美元 应该不算便宜 因为这只是一年的价格 每年都要交 但是Ast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 它们都有免费版 我们可以免费得到这个主题和插件 各位不要误会啊 这不是盗版也不是破解 是官方提供的免费版本 可以从官方平台免费下载 也可以到Wordpress市场免费下载 这套免费方案我也试过 我以前用这套免费方案做过一个在线教育平台 就是LMS在线学习系统 那里面那个LMS插件用的也是免费的 用的是TutorLMS 这个网站现在还放在国内的阿里云机房 运行良好 下一个问题 Astra主题和Elementor 它的免费版和付费版有什么区别 如果要做一个外贸独立站 Wordpress是不用花钱的 WooCommerce产品系统也不需要花钱 Ast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也都有免费的 只需要花一年的域名和空间的钱就可以了 但是真正做了 你就会发现 这个免费版的Elementor和Astra主题 它的功能很有限 里面有很多实用的功能 在免费版里面都是锁着的 不能用 这些高级且实用的功能 需要升级到Pro版专业版才能解锁 免费版提供的那些功能 不是不可以用 只能是凑合着用 如果你有更多的需求 最好是购买Pro版 但也不是说你买了Pro版之后 就能够为所欲为 Pro版它只是解锁了更多可定制的选项 比如更多的元素 在线模板库 还有很多定制的小功能插件 如果你想要的那个功能 在Pro版里面没有提供 那就算是买了Pro版也没用 下一个问题 怎么买最划算 我提供两个方案 也是比较常见的方案 方案一 如果不是太在乎钱 Elementor插件和Astra主题 购买一年就够了 这是最常用的方案 因为做一个网站 学习加制作 半年时间基本上够用 剩下那半年 可以做一些调整和巩固 一年之后 如果网站没有太大的变动 主题和插件可以不续费 就算是不续费 网站前台也可以正常使用 只是网站的后台 功能会变成免费版的 那些专业版的功能又锁上了 如果以后续费 那些锁还会打开 关于Elementor插件 过期不续费 不授权会有什么变化 我之前做过视频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 第二条方案 如果觉得90多美元一年的正版 我也觉得太贵了 但是我又想要用正版 该怎么办呢 也有办法 可以从国内的某些渠道 购买AZSRA主题的单站点 永久授权 大概价格是100人民币 这个永久授权就是正版 而且以后不用再续费 可以终身使用 Elementor编辑器 它的一年的价格 大概是30到40元人民币 这两个加在一起 也是很划算的 为什么国内的渠道 比官方便宜这么多呢 因为Elementor和AZSRA主题 它的官方价格 有很多版本 比如那个49美元的Elementor编辑器 它是一个站点 一年的价格 它的官方网站 还公布了1000个站点 一年的售价 这个要贵一些 但平均下来 每个站点的价格就很低了 算是批量采购 国内有些卖家 估计用的也是这个 1000个站点的版本 但各位买的时候 要注意甄别 千万不要买成破解版 因为破解版以后后患无穷 最后一个问题 AZS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 买了之后 自学学不会怎么办 不论是Wordpress系统 还是AZSRA主题 或者是Elementor编辑器 这些产品 它的开发者都是外国人 他们提供的使用说明书 还有在线交流论坛 甚至技术支持 都是英文的 英文好的同学 或者是对建站 比较了解的同学 甚至有尊严精神的同学 上手还是比较快的 那英文不好的同学 对建站不是很了解 甚至没有钻研精神的同学 该怎么办呢 也有办法 这些产品都是比较有名的 至少在圈子里比较有名 国内也有很多中文教程 图文的教程 视频教程都有 有免费的 有免费的 也有付费的 可以参考这些教程 降低学习使用门槛 如果不想学习 不想牢这个神了 你还可以请别人帮你去做这个网站 AZSRA主题 Wordpress Elementor 这种产品的组合 做网站 它有很多优势 比如网站漂亮 可选择的模板也很多 维护起来也很方便 几乎不用代码 另外这些产品 在国外也是相当有名的 使用用户非常多 下面总结一下 AZSRA主题和Element编辑器 到底值得购买吗 如果你是有做网站需求的 不论是国内站 还是国外的外贸独立站 如果你没有技术团队 或者你是建站的从业人员 我感觉都非常适合 如果是小白的话 可以从免费版练起 上手之后 再从国内买一年的正版授权 用起来 等以后做大了 可以直接从他们的官网购买授权 因为网站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它有重要数据了 不方便给别人看 Elementor编辑器和AZSRA主题的授权 是需要登陆后台才能授权的 如果网站有重要数据 还是从官方购买比较可靠 因为网站的价值比较高 那90多美元应该也算不了什么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chaya 我们下次见